OK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这个作业选择题的部分 以下关于水的重要性描述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人体内含水量过多会脱水 应该是过少 这个是错的 好像小杰练习那边有重复了 所以我不要逗留这个同样题目太久 关于存水的性质 下面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存水无色无气味无味道 这个对的 其他错在哪里 室温下存水是气态 应该是液态 高山上存水的费点是100度C 高山上的话它会稍微的低一点 因为气压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这个应该是少过100度C了 在海平面才是100度C 将温度降到0度C 存水一定变为固态 这个就有所保留 因为这个一定的关系 那至于什么情况下 可能气压不一样呢 也会造成它的这个凝固点的不同 OK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猜测 第三题 俊杰在嘉兴种了一个荷花 然后雨后呢 他发现到呢 这个荷叶上的水呢 是成一个球形的 小水地 那这个水地成球形 是因为这个表面张力的关系 表面张力的关系 第四题下列的哪一个现象 是属于毛细现象 毛细现象是那个细水 纸巾能够细水 这个情形是毛细现象 那这个还有哪一个 这一个B的呢 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 所以不要搞混乱 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表面张力 另外一个是毛细现象 这两个很像 但是不同 OK 无水氯化菇 地露几地水 无水氯化菇应该是蓝色吧 蓝变红 所以你要记得它是蓝变红 白变蓝的是那个 无水硫酸铜 OK 无水硫酸铜是白变蓝 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这样记了 这个要硬背起来的 非常重要 无水硫酸铜白变蓝 无水氯化菇蓝变红 OK 在水循环中呢 大气水主要来源于海洋 这个就是刚才小杰练习有讲到的 绿色植物是通过增腾作用 来参与生物圈的水循环 关于电解水 哪一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电解水发生的物理变化 它是化学变化来的 OK 然后关于水质的说法 哪一个是正确的 饮用的水酸碱性呢 一般在pH7左右 这个是对的 透明的水中不含杂质 还是会有杂质的 没有气味的水 可以作为生活用水 如果你没有剧毒 没有气味 不代表它是完全的安全的 然后饮用含有杂质的水 一定会影响我们健康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喝了一些 带有可容性的养分的 水这些是杂质 但是是安全的杂质 所以不是说我们饮用水 一定要是没有杂质 我们可以有一些缘分是OK的 好 好 好